有一名男子在逛夜市的时候 被人从背后偷袭刺伤 他血流如注 不禁的摊伤 赶紧将他送医急救 而至于行凶的半嫌 火速被警方查气到案 热闹的夜市人生顶背 没想到竟然当街见血 他后面听到怎么一个人躺在那边 我一抓在那边 他好像要去追 然后觉得说太痛了 然后又没有走 你不要再问了啦 没事了 夜市见血救护人员货报到场 立即将男子包扎后送医急救 基隆市爱四路夜市 四号晚间七点多 有名男子在逛街的时候 突然遭人从背后偷袭 被刺伤大腿的男子血流如注 夜市热心摊伤赶紧拿毛巾 让伤者止血 并火速通报警消告场 被害人意识清楚 经警方前驻送医无大碍 经警方调查 双方认识因细故 前有纠纷 警方查明犯前身份 于本日九时查气到案 虽然男子向警方表示 过去曾被对方欺负 而且对方讲话也很呛 没想到会在夜市巧遇 仇人见面才会教训对方 警方这句后依伤害罪 一送真败 记得黄奕杰 记得黄奕杰 记得我们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